台北捷運殺人事件過了九天 許多人心中還是有陰影 更何況是受難者家屬 而在台中市有一家餅店老闆 聽到罹難者謝清雲 留下了一對年幼的子女 他非常不忍心 所以決定發起意賣活動 連續三天把店裡頭 全部的營業額都捐出來 小孩子才一個兩歲一個三歲 謝爸爸痛失愛子 還得面對兒子身後留下兩個孫子 心中的痛難以承受 讓人看了好不忍心 有人到捷運站獻花 台中則是有餅店發起祈福意賣 謝謝您的愛心 三天意賣 只要是店裡賣出的商品 營業額全數捐出 有民眾聽到消息 特別跑來買餅 我在送給其他公益團體 就是讓愛再繼續延續下去這樣 有人趁端午節買餅送人 順便做愛心 一口氣訂了一萬三千元的餅 還有從上海來的訂單 請店家空運三盒餅 就是為了幫助北捷受難者 就是讓那些受難的家屬知道 是有很多人在關心他們 因為這次活動 店家來客率也成長三成 目標是捐出二十萬 希望盡微波之力 幫助受難者家屬 度過難關 這點原雅群林品星台中報導 是炭製造的 在這下方來的 有很多 在這下方來的